NBA处于漫长休赛期,但今年夏天,很多NBA球星一直没闲着,都在奥运会周期内,美国队最终夺冠,占杜库最后一五很完美,但这对于三个进入生涯尾段的老头来说,确实很累。 也有很多其他NBA超剧,在奥运舞台失意而归,比如场军轰下25.8分6.3篮板3.5助攻的字母哥,在希腊国家队真是一个帮手都没有。 再比如遗憾拿到铜牌的塞尔维亚,约基奇确实尽力了,但奈何半决赛打美国,库里的爆发,将塞尔维亚挡在决赛大门之外。 但也有一名NBA球星,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后,身价直线下降,甚至被美眉认为是奥运会表现最差的球星。 他就是决击二当家,贾马尔穆雷。 在过去一个赛季,贾马尔穆雷常规赛场均21.2分4.1篮板6.5助攻,两项命中率48%加42%。 到了季后赛,场均20.6分4.3篮板5.6助攻,两项命中率降至40%加31%。 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,决金最近几年的崛起,和约基奇加穆雷两人关系最大,包括二三年夏天决金夺冠,整个季后赛之旅,穆雷场均26.1分5.7篮板7.1助攻,连续两年将胡人轻松淘汰出局,穆雷都功不可没。 但是在巴黎奥运会上,穆雷送出的数据是,场均6分3篮板3.8助攻,两项命中率低至29%加14.3%,甚至沦为了替补角色。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,约基奇早在二年夏天,就和决金达成五年2.7亿美元的超级顶薪,最后一年代球员选项,含15%交易保证金。 决金的三号得分点波特,也在二一年夏天,和球队提前达成五年1.73亿美元合同,这两人都还有至少三年合同在身。 关键穆雷已经到了合同年,只剩下下赛季价值3602万美元的合同。 按理说,争贯级别的球队,球队二当家要一份顶薪并不过分,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杰伦布朗,五年2.89亿美元超级顶薪。 而决金上赛季出局后,穆雷和他团队就表示,希望和球队达成提前续约新合同,四年2.09亿美元,这也是他有资格签下的最高价码。 但近日,丹佛邮报记者本内特·杜兰多报道写道,加马尔·穆雷的续约出现不确定性,双方很难在新赛季开始前达成四年2.1亿美元的续约合同,并且已暂时停止续约谈判,穆雷离开决金,寻求顶薪的可能性正在成为现实。 进入9月份,决金当家后卫加马尔·穆雷还没有完成提前续约。 目前,决金队有15名球员签订了标准保障合同,有三份双向合同,三份十天训练营合同。 决金队常规阵容基本确定,球队总裁乔西克伦克接受采访时表示, 没有意外发生的情况下,决金队24-25赛季将保持现有阵容稳定性,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则是穆雷的续约出现不确定性。 杜兰多报道,球队内部对穆雷的状态表现出了一些担忧。 决金自从西部半决赛淘汰出局后,与穆雷一度致力于续约四年的最高顶薪合同。 根据最新劳资协议规定,穆雷能获得的大合同预计为2.1亿美元。 然而奥运会结束后,双方续约谈判迟迟没有进展,新赛季训练营即将开始,依旧看不到完成续约的迹象。 多方消息证实,决金比较担心穆雷的伤病,以及由此影响到其个人竞技状态。 最近几个赛季,穆雷遭遇各种伤病,上赛季因为膝盖伤病原因只出战59场常规赛,场均21.2分6.5助攻。 进入季后赛,大部分时间都表现得比较挣扎,尽管首轮对阵胡人贡献绝杀球帮助球队晋级,西部半决赛无偿比赛打得更糟糕,投篮命中率只有40%,三分球命中率更是仅有29.4%。 绝金队原本对穆雷还抱有信心,可奥运会赛场上再次证明,穆雷的糟糕状态似乎并非偶然现象。 整个奥运会期间,穆雷可能是打得最挣扎的超级巨星,真实投篮命中率36.6%,这让绝金管理层感到极为不安。 绝金与穆雷原计划在奥运会结束后完成续约,现在绝金队在冷处理这件事情。 穆雷的合同只剩一年3600万美元,绝金队如果放弃提前续约,意味着穆雷2025年夏天将成为完全自由求援。 杜兰多说,很显然,绝金队不愿意失去穆雷,同时又担心穆雷的伤病隐患。 穆雷已经回到丹佛,并且出现在绝金队训练场。 穆雷表示,希望获得一份有保障的提前续约合同,绝金队管理层目前对续约的事情不置可否。 穆雷若能打出理想中的巅峰比赛水平,四年鼎心合同完全值得。 然而,他整个职业生涯都饱受伤病困扰,绝金队希望以低于鼎心的价格续约,而且要增加一些必要的条款。 绝金管理层希望球队有一些回旋余地,通过一些伤病条款或部分年限薪水保障来保护球队利益。 但穆雷和他的经纪人杰夫·施瓦茨拒绝了绝金队的要求,不愿意签一份与出场时间身体健康状况挂钩的合同。 穆雷想要一份完全保障的合同,并且愿意为此等待并拖延下去。 绝金队总经理卡尔文布斯在奥运会前也说过, 等奥运会结束后会完成与穆雷的续约,双方谈判时间不会涨。 现实情况并非如此,穆雷在季后赛和奥运会表现不理想,只是原因之一。 另外一个因素则是绝金队复杂的财务状况, 绝金新赛季总薪水1.894亿美元超过联盟规定的第二档奢侈税征收线, 阿龙·戈登也即将面临续约,小波特的合同还剩三年1.15亿美元, 绝金希望穆雷在续约合同方面做一些让步。 另外除了穆雷,小迈克尔·波特的言论也被球迷津津乐道。 近日,绝金前锋小波特接受了Darine采访, 并且谈到了金钱对于比赛的影响, 他表示,实话实说,金钱有时候会让我更难享受比赛。 小波特解释说道,顶星合同会一直带来很多的期望, 球迷会觉得你应该成为全明星, 或者你应该成为这个那个他们期望你成为的样子。 谈到自己拿过的五年1.73亿顶心, 小波特表示,总的来说,这是一个恩赐, 要说真有什么的话, 他让我更想要证明自己值得这份顶心。 以上,画风其实还挺正常, 但小波特的这句话就多少有点装了。 他说道,我很喜欢篮球, 只要我还能吃饭, 我愿意免费打这项比赛。 国外网友对于小波特采访的评价也非常有趣, 网友一,兄弟我懂你, 所以给我转一半钱吧。 网友二,你说的, 好像你除了头三分还能做其他事一样。 网友三,兄弟说的好像他在做早九晚五的工作。 网友四,如果你不想要, 那就全给我。 小波特这个球员吧, 经常会说一些没过头脑的话, 最出名的事情就是, 此前弗洛伊德事件, 几乎所有球员都在为弗洛伊德发声, 只有小波特说也要关注白人警察, 后续有很多球员都公开指责小波特。 再往前, 2018届选秀时, 小波特还曾在设媒上点赞了一条这样的动态, 这太糟糕了, 东西奇是我有生以来看过最被高估的新秀。 虽说言论行为有时候让人费解, 但客观说, 小波特还是有实力的, 2021年休赛期, 绝今还出乎意料地给了他一份5年1.91顶心提前续约。 那么现在再看, 小波特有没有打出1.91身价? 时间先回到2021年休赛期, 也就是小波特签下顶心提前续约的那个夏天, 由于此前一年发挥经验, 场均能拿下19.0分, 投篮命中率和三分命中率分别高达54.2%, 44.5%, 因此外界还是对他抱有不小期待。 然而紧接着的21-2赛季, 小波特却遭受被伤, 一共只打了9场比赛, 刚签下大合同, 再加上新秀年报销, 外界对他的质疑达到了最高点, 这一年, 缺冰少将的绝金, 最终首轮不敌勇士出局。 再来就是2-23赛季, 这一年, 小波特的顶心合同正式开始生效, 健康付出的他也打出了足够出色的表现, 62场比赛全部首发, 场均上场29.0分钟, 拿下17.4分5.5篮板, 三分命中率41.4%, 季后赛, 小波特帮助绝金成功夺冠, 他的表现没有常规赛高效, 但整体还算不错, 20场比赛, 场均13.4分8.1篮板, 三分命中率35.1%。 上赛季, 小波特迎来生涯最健康一年, 一共出战81场常规赛, 场均上场31.7分钟, 拿下16.7分7.0篮板1.5助攻, 三项命中率48.4%, 39.7%, 83.6%。 季后赛, 他在首轮和次轮的表现完全判若两人, 首轮打胡人, 5场比赛, 4场得分20加, 场均可以交出22.8分8.4篮板, 投篮命中率55.3%, 三分命中率48.8%, 真实命中率69.8%, 次轮打森林郎, 7场比赛, 5场得分各位数, 场均只能拿到10.7分5.7篮板, 投篮命中率37.1%, 三分命中率32.5%, 真实命中率49.5%, 如果是天天打胡人, 我觉得小波特绝对值顶心, 但综合上赛季表现, 小波特年薪3339万, 其实是有点高的, 他只是绝筋的三当家乃至四当家, 虽然投射十分出彩, 可以凭着超高出手点无视防守, 但他的成功多少有依赖于约基奇为和的战术体系, 而且小波特的防守也不能说很好, 因为被伤, 横移速度不佳, 对上小后卫会吃亏, 在高端局上除了打胡人, 他的表现也很难维持稳定水平, 上赛季打森林郎后四场三分, 一共21中4, 实在难顶, 不过吧, 小波特好歹也为绝筋带来了一座冠军, 在结合绝筋的球式, 新转播合同的生效, 怎么样, 他的五年1.9亿都不会成为垃圾合同, 顶多就是溢价, 这也再次印证了一点, 有些球员拿顶心, 只是因为工资贸和劳资协议限制, 最多只能拿顶心, 比如小波特的队友约基奇, 但有些球员拿顶心, 是因为时代, 球势等种种因素, 小波特就是这样的受益者, 话虽如此, 绝今想要继续争贯, 小波特还是必不可少的, 就是希望他能更注意自己说的话, 什么可以免费打球, 实在是太假了, 小波特可能忘了, 他的亲弟弟还为了钱打假球呢?